大家好,今天我會去比較一下 用一部Canon Powershot S95 是一部有低光拍攝的相機 另外會去比較HTC-1 看看它們在低光拍攝之下的表現相差多遠 首先我們看看兩部相機的螢幕光度 我大概都將它調到差不多 我們將LED燈調暗 之後就可以測試一下 兩部相機在低光拍攝之下的表現會如何 首先將燈調暗 現在看到 就是 我們 右手邊的 S95 左手邊 HTC-1 現在看到 其實在這個環境之下 HTC-1的 感光度 和這個 S95的感光度 是差不多的 我們 看到 Canon這個 有一個-1 我們先調整它 現在 現在 屬於正常曝光 現在 屬於正常曝光 有一點 很有趣的 現在大家看到 S95 一直有些 橙色點 好像在游走 相信這個 跟LED燈有關 這個LED燈 有一個頻率 所以可能 就產生了一些 效果 有3點 其實就是LED燈的3點 如果我遮住1點的話 大家應該看到 在相機上就少了1點 如果我遮住2點當然就是 少了2點 放開 放開 這個 其實都不影響我們的測試 只是 讓大家清楚 這個 這個 就是Canon S95 用了低光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的右上角 就有一個蠟燭 就是低光模式 然後我們看看HTC-1 HTC-1 我們 暫時 還是標準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光度 跟 S95 差不多 不過 我們看到有些小訢料 在這裡出現 一些 熊熊的 兒子 在這個 S95 是不會出現的 那我們 我們真真正正的 試一下撥一張照 先用瘟燻 拍完後,我們先嘗試放大它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Win的畫面是很清晰的 我們先對照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紅色的聲音 接著我們就去試試這個S95 同樣我們是拍一張照片的 我們首先把相機對焦點在文字上 焦點完成之後,我們再移到適合 拍到一張照片出來 我們來看看照片 光度也是不錯的 我們可以放大一下 我們拿回Focus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畫面也是很清晰的 不過,在文字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鬆散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那邊位 其實邊位是很清晰的 但是呢,字的位置 就比較鬆散了 相信呢,也是 就是這個 Canon的相機 都有軟件的後期製作 所以呢,導致這裏 就很清晰 但是文字就變得很鬆散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One的相機的位置 去比較一下 這個呢,就是One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那發現呢 原來呢 它是很圓滑的 在圓形邊那裏 我們依然可以看到 是很清晰的 而中的文字呢 就沒有S95那麼鬆散的 你看到 有個中文字 有個高字在這裏 那呢,我們 我們再去 測試另一件事 原來呢,One 除了一般模式之外呢 它自己呢,還有一個低光模式的 我們這次呢 就嘗試用One的低光模式 首先我們 調校一下 開回 低光模式 先 我們已經調校了 夜間模式了 現在呢 將One呢 再對著 那個地方 再嘗試去拍一張相 我們先 先 焦點 那呢,今次呢 我們又拍到另一張的相 我們 又把它放大 這次呢 這次呢 我們用了低光模式 其實呢 就發現這次的 Noise 比剛才呢 是少了的 沒有了一些紅色的Noise 在那裡 但是呢 我們這次看到中間的文字呢 的清晰度呢 就比剛才呢 就差了少少 剛才那張呢 就 文字清晰度呢 比較好的 我們去回上一張 看看 看一看 我們這一張呢 這個文字呢 你看到是比較清晰的 而 即是 它的黑色地方呢 有些紅色的Noise 在那裡 如果我們用低光模式來拍 整個 就是 色調呢 都不同了的 藍一點 但是呢 我們就在黑色的地方呢 就見不到有Noise 同時呢 我們發現呢 那些文字呢 就反而不夠清晰的 那我們呢 再 看看 S95 其實呢 S95呢 也都 可以不用低光模式的 我們試一試不用低光模式的話 究竟 這個效果會是怎樣 我們 我們用回自動模式 同樣啦 我們先 對焦了 如果我們不使用低光模式呢 我們發現呢 S95呢 就給了一個警告燈我們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 現時的 ISO 快門值 以及光圈值呢 是達不到 我們拍照的要求的 那我們 我們照樣試一下拍下去 那 看見呢 都是拍到出來的 當然啦 光度呢 就沒有 我們之前 預計的光了 但是大家看到呢 黑色的地方呢 其實呢 一樣呢 黑色的地方呢 其實呢 一樣呢 是沒有 沒有 noise 出現的 那 而有畫面 即是 有 物件的地方呢 我們依然看到 線條呢 是很連續的 但是呢 在文字上呢 即是一些複雜的 細節上面呢 表現呢 就比較差一點了